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学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虽然阿童木的攻击不行 但是阿童木非常扛大 再加上大强就给他的拳击 阿童木也算是一个厉害的拳击手了 于是两个人就带着阿童木去参加比赛 阿童木果然没让他们失望 屡杀屡胜 这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 两个人拿着奖金坐在家里甚是欢喜 不料追赞的人来了 把他们奖金都抢走了 大强只能带着阿童木继续参加比赛了 在参加比赛前有大姐大找到大强 希望大强配合他们假输 但是大强果断拒绝 在赛场上阿童木虽然有点笨重 显得攻击有点弱 但是真的很能扛大 他的每一次出拳也都能很稳 连续五个回合下来 阿童木没有一点要示弱的样子 虽然对方的机器人更弱 两个机器人看似平手 但是阿童木显然是胜利者 但是裁判说对方胜利了 不管结果怎样 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